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铜兵剑的造型为方形 环绕兵剑的四面和四个角 共装饰有八个龙行尔 除了八个龙行尔 青铜兵剑的气身各处都是有漏雕或浮雕的勾连云纹和磐石纹 整件器物看上去精美而说华 令人惊叹的还有青铜兵剑的精巧构造 兵剑虽然看上去浑然一体 实际上它的内部却暗藏机关 具有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 兵剑为双层设置 外部为方剑 内部套有一方否 方否的底部有三个长方形损岩 损岩与方剑内底部的三个弯钩扣合 就可以把方否固定在方剑内而不会来回晃动 剑和否的套合设计十分巧妙 剑是古代盛水或冰的大盆 否是古代盛酒的器皿 在青铜兵剑的剑和否之间存在着大量空间 这些空间与青铜兵剑的制冷功能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兵剑和尊否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的器皿 外边是这个剑 方剑 方剑的正中又放置了这个尊否 方剑和尊否之间有一个空间是很大的 空间很大的 它们中间可以放置冰块 这样就可以使尊否里的酒很快的变凉 变成冷饮的酒 冰剑的功能实际上有点像现在的冰箱 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保鲜的冰箱 青铜兵剑的使用非常方便 打开冰箱上方的漏孔盖 就可以在剑与否之间填装冰块 与青铜兵剑配套的还有一把长饼青铜勺 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否的内底 从否中取酒非常方便 经过冰块的降温制冷啊 否内的酒很快就变得清凉起来 炎炎夏日喝起来非常凉爽 中国古人用冰制冷的原理呢 既简单又天然 按照史书记载啊 早在这件青铜兵剑制作之前的西州时期 中国古人就找到了用冰制冷的原理 据西州政治家周公弹所著的周理记载 春时至剑 凡外内拥之善修剑烟 凡酒江之酒里亦如之 祭祀共兵剑 意思是说春天到了 人们开始制作修整一种叫做剑的器皿 这种器皿中间放食物或是美酒 周围放冰 名为冰剑 祭祀的时候也是不可缺少的祭器之一 由此可见 早在西州时 中国古人已经发明了冰剑这种器皿 并广泛应用于夏季食物的保鲜和冰镇 使得人们在炎炎夏日 也可以喝到冰凉结束的冰镇美酒 战国时期的楚国大师人屈原 就曾经在楚词中大赞冰镇美酒的妙处 青铜兵剑的主人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曾侯仪 在中国历史上 曾国地处湖北地区 夏天酷热难耐 食物不宜储藏 尤其是诸侯贵族们喜爱饮用的米酒 只要存放时间一长 就会因发酵过度而变味 青铜兵剑正是夏天冰镇米酒的最佳器皿 在当时的中国 不仅曾国的曾侯仪 可以在夏天享用青铜兵剑带来的冰爽美酒 地处中国东南地区的另一诸侯国 越国的贵族们也享用着清凉结束的冰镇美酒 只不过为他们冰镇美酒的不是青铜兵剑 而是一套青瓷冰酒器 这套青瓷冰酒器为青瓷之地 同样是夏天用来冰酒的酒器 是其青铜兵剑之后在中国首次发现的青瓷冰酒器 青瓷冰酒器由成盘和冰酒器两件器物组成 成盘和冰酒器都是灰白色胎 诗以黄幼 成盘的口颜处内折斜腹平底 并带有三个矮皮型组 成盘和冰酒器的颜面及腹部都装饰着S型纹饰 冰酒器的构造虽然没有青铜兵剑那样复杂 但同样非常巧妙 成盘的底部平坦可以放置冰块 冰酒器的内部中空腹部微谷便于盛水 冰酒器的上部如同马蜂窝一样 共有13个圆孔用来放置酒杯 使用时先在成盘的底部放置冰块 然后在位于成盘之上的冰酒器内加水 再把酒杯放置在冰酒器的孔内 如此一来冰降水温水降酒温 在越国炎热的夏季 一杯杯放置在圆孔里的美酒 在冰和水的共同降温作用下 很快就变成了一杯杯清凉消暑的夏日冰酒 不论是青铜冰箭还是青瓷冰酒器 都能在夏季为人们冰镇出清凉可口的冰酒 其制冷保鲜的关键就是冰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 大夏天里中国古人从哪里得来的冰呢 这就要讲讲中国古人储藏冰的历史 关于中国古人凿冰储冰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曾经这样记载 二之日凿冰冲冲 三之日纳于灵阴 意思是说 在寒冷的农历十二月 把冰块从河面上凿取切割下来 正月将冰块储存入冰窖 然后将冰窖密封起来 避免空气进去 这样可以保证冰块长时间不化 以备夏天使用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古人储冰用冰的历史非常悠久 冬天储冰夏天用冰的古老方法 从西州时期一直沿用 就连三国时期的魏王曹操也在公元214年建造了一座大冰窖 专门用来为自己储存夏天用的冰块 宋朝时政府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储存冰块的部门 名为冰井物 隶属皇城司管辖 使储存冰块变成一件很重要的政物 市场上用冰制作的冷食花样版朵 商人会在冰里拌上白糖和香料供人食用 也有人会在冰里加上水果或果汁 元代的商人甚至在冰里加上果浆和牛奶 和现代的冰淇淋已经非常相似了 至明朝时夏天用冰的范围更加广泛 明代人把冰块运用到生产运输中 明代渔经理写道 当时渔民常把白鳞鱼以冰养之 运到很远的地方为之冰先 由于夏天冰块的需求量巨大 当时的朝廷在北京修建了冰教厂 据专家介绍 冰教厂的储冰量非常惊人 放一尺五大的冰块能够存放几万块 到了清代 人们储冰 藏冰 用冰的规模空前盛大 已经形成一个相当成熟的制冰链条 清代冰教分为官冰教 府地冰教和商民冰教三种 据清会典记载 清代紫禁城内设有冰教五座 藏冰仅三万块 景山西门外 德胜门外的冰教都属于官冰教 而公王府里设的冰教称为府地冰教 除了民间夏季用冰量的上升 清代皇宫里的用冰量也非常可观 专家介绍 从明朝开始 北京城里的王公贵族们就把冰箱视为消暑必备之物了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百木冰箱 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冰箱的模样 这件冰箱用百木制成 它长91厘米 宽90厘米 高82厘米 冰箱的外壁有三道铜条骨带 两侧面安装有铜提环 冰箱下是一个百木拖座 座面有竖腰 四脚和骨腿 拱肩部 都包箱有漂亮的铜片 冰箱上有一对箱盖 盖上有四个铜前门开光 将箱盖提起 可以看到冰箱内的四壁 均用千蹄包箱 把冰块放入里面 并同时放入新鲜的瓜果或饮料 就可以随时取用冰粮消暑的美食了 从战国时期的青铜冰箭 青瓷冰酒器 再到清代的百木冰箱 这一件件精美食用的古代冰箱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人 把制冷原理运用于生活中的具体实践 从这些古代冰箱中可以看出来 中国古人对于温度的控制非常科学 他们顺应自然的变化 取冬天的冰块来为夏天讲文 利用不同季节的温度变化 实现了制冷和保鲜的目的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